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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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趁著阿伯來開門 一把將人拖出來 阿伯被打到重心不穩摔倒了 太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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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的太太在一旁阻止 他還是不願收手 拖著阿伯要他下跪 牧群鄰居大喊別這樣 男子似乎鐵了心 就是要阿伯好看 這起衝突 發生在9月4號的中午1點多 地點在高雄鳳山新昌街的巷內 爆發衝突之前 夫人和阿伯就發生過糾紛 雙方為了停車位多次發生衝突 阿伯的先生這次先是拿球棒去阿伯家門口叫囂 之後才出拳打人 那個腳踏車 他就是把他用乘車的樣子 都把他用起來 圍著都不要讓人家提 被指控的阿伯雙手被打到受傷流血 腳也因為跌倒破皮 大門多處被打到凹陷 阿伯一定來停我們這裡有的 我們這裡有的三平都沒有他停 對於被指控站車位引發不滿 才會惹上麻煩 阿伯不以為意 倒是鄰居這樣說 雙方都不提出傷害告訴 警方將三個人帶回 依違反社違法採處 東森新聞在高雄的採訪報導